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已经在各自的应用商店和网站托管服务中暂停了Parler的服务 称该社交网络服务在很多右倾的社交媒体用户中很受欢迎 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煽动暴力的帖子的传播 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已经将Parler从应用商店中下架 直到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在苹果和亚马逊采取这一行动之前 Alphabet公司旗下的谷歌也于1月9日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Parler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的青睐 特朗普上周五被永久停止发推 Parler被视为被驱逐推特人士的避风港 苹果公司要求Parler在24小时之内提交一份详细的审核计划 并指出参与者使用该服务协调周三美国国会大厦的骚论事件 亚马逊的举措实际上使该网站下线 除非他能够找到一家新公司来托管其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